我們最後要教的因素叫做 催化劑 催化劑會改變反應的過程 國中不教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反應路徑的 國中不教這件事 所以會改變有效碰撞的需要能量 國中也不教這件事 然後就改變了反應速度 反正就是一句話 催化劑參與其中做了一些改變 使得反應比較會發生或者不會發生 化學上的所謂的催化劑 可能是會加快或者是減慢 化學反應的快慢 不過基本上我們講的出來就是加快反應的 都是使它反應會變快 使它反應會變快 好 請注意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我喜歡把催化劑的角色 舉例成沒人活 沒人活 但男方說一說說 女方多麼的賢慧美麗大方 到女方說一說說 男方多麼的高大英俊瀟灑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湊合這兩個人能夠在一塊 那麼把這兩個人湊合在一起的時候 沒人活還是沒人活 沒人活不會變成新郎或變成新娘 不然他又不叫沒人了 然後呢 所以過程中他有參與 可是呢做完之後他還是他自己 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請注意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不改變他自己 原來有五公克 反應完還是五公克 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不會增加很好 原來是長這樣 後來還是長這樣 組成也不會改變 所以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催化劑有參加化學反應 但是沒有改變自己 催化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能夠改變反應速率 可以使他反應變得比較快一點 但是不能夠改變反應結果 包括的意思有 如果他不會反應的 你怎麼弄他還是不會反應 這麼多的雙氧水 能夠產生十公克的氧氣 你加了二氧化猛十公克 沒加二氧化猛還是十公克 不會因為你加了二氧化猛 產量就會增加或者會減少 不會 只是產生的速度可能會變快而已 本來要十分鐘才能夠產生十克的氧氣 現在只要一分鐘就產生了 所以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能改變反應速率 但是呢 不能改變反應的結果 不會發生的還是不會發生 產量也不會增加或者是減少 所以呢 晚安晚了大家好 我是天后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是催化劑 那什麼是催化劑呢 催化劑就是拿來加快反應速率的喔 呃在講解詳細催化劑的運作原因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談談 大家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你可能在跟班上的你的好朋友啊 她幾個例子跟我類似啦 我說她迷人婆她類似啦 類似的 一個好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你默默的知道 欸我跟你講喔 我喜歡小美 你不能跟小美講喔 接下來呢 可能你又在跟這個女生聊天的時候 不然又聊到 欸我跟你說 其實我喜歡小明 欸不能跟小明講喔 我喜歡小明不要跟小明講 當你這時候你知道了 他們兩個互相喜歡彼此 那他們兩個可能互相不知道 我是個 這麼講義氣的朋友 我當然要促使他們兩個能夠在一起啊 於是我就偷偷地跑去跟這個小明講 我跟你講喔 上次小美跟我說她喜歡你 那接下來再跑去跟小美講 欸我跟你講喔 你知道嗎 那個上次小明她跟我講說 她很喜歡你欸 於是 接下來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他們兩個 互相知道彼此愛著對方 當然最後就在一起啦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欸 加速他們兩個 愛情的變化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當時沒有扮演這個角色 你沒有去 告訴一個男生 女生喜歡你 你也沒有去告訴一個女生 男生喜歡他 他們兩個不會這麼快在一起啊 所以你實際上 你加速了這段 愛情的反應 所以這是一段愛與催化劑的故事 於是 你就已經學會催化劑是什麼了 然後一定的同學 跟我說 老師 稍微啊 我剛剛不是只聽完 一段愛與催化劑的故事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 究竟這段愛與催化劑的故事 為什麼讓大家學會催化劑 好 首先催化劑呢 剛剛我講到 它第一個功能叫做 加速反應的進行 我想這大家應該 應該有聽到齁 加速反應的進行 只是它還有一些細項 它參與化學反應 然後反應前後 不會被消耗 以及降低活化能 就是它在反應過程中 你不要管活化能 我就不知道 好接下來黃痣呢 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釋喔 這個黃痣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先來看看 它到底有什麼關係好了 第一個 它加速反應的進行 我想應該沒有錯吧 它讓 這個小明跟小美 兩個人更快的在一起了 但是呢 這邊要記得住一件事情 催化劑它不會使原本 不發生反應的反應 發生反應 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有一天 它跟小明說 我跟你講老鼠喜歡你 你覺得小明會跟老鼠在一起嗎 我相信不會吧 原本就不會在一起了 最後怎麼會在一起呢 好接下來第二個呢 它叫做 參與化學反應 去改變反應的路徑 什麼意思 原本小明跟小美呢 他們需要透過自己的 這個互相摸索 互相的出約會 可能聊過幾十天之後 才敢告白 然後於是最後在一起 但現在不用了 現在 你改變了 他們之間反應路徑 他們先去找你 好 然後呢 他告訴你說 喔小美喜歡你 接下來呢 你再去找這個女生 小明其實喜歡你 於是做他們兩個在一起 原本是他們兩個 去反應 結果現在 他們先跟你反應 之後再互相反應 對不對 你不要管那個 反應路徑 那也是國中不交的 你剛剛才會學到 反正就是 你又知道參與其中 做了一些變化 然後那 反應容易發生就可以了 然後改變了 反應路徑 接下來呢 他們兩個在一起前 以及 在一起後 我相信你的 體重 應該都不會變吧 不會因為他們兩個在一起 你就幸福肥 然後於是 就肥到你自己 不會啊 因為反應前後 質量不會被消耗 也不會增加 好那接下來 最後一點呢 那就是他是 降低火化能 減少反應的 你也不要管火化能 你也是國中才會教的 反正就是 他做了一些改變 然後他的障礙 能夠降低 然後所以容易發生 反應就可以了 障礙什麼意思呢 原本他們兩個 我相信你應該有 喜歡過人經驗吧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喜歡上我 好然後喜歡人經驗 你可能會想要 試圖表達你的愛 這個時候就有一點點的困難 因為你可能需要 克服你自己心裡的內心障礙 對不對 你要 告白 萬一我被打槍怎麼辦 好這時候催化機扮演一個角色 你可以不用直接跟我講 你可以先透過他 然後再跟他講 然後他也可以透過他 再跟他講 這時候是不是就比你 直接當面跟他講 來的 障礙小一點點 這是什麼反應入鏡 反應的火化能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幫大家統整完了 剛剛這段 愛與催化機的故事 是不是把這幾個概念 完全的描述得很清楚呢 所以大家記得喔 我們的催化機呢 是用來加速反應的進行 接下來他在過程中 會參與化學的反應 反應前後不會被消耗 接下來他能夠使反應速率 加快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去降低火化能 那還有一個要注意的叫做 不會使原本不反應的反應 發生反應喔 好我們今天的課程到此 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囉 OK OK 這邊就是第一個重點 就是我剛才跟你講過 要記得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催化劑有參與化學反應 但是不改變自己 催化劑能 改變反應快慢 但不會改變反應結果 不會使不會發生的變成會發生 不會增加或減少產量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 是重點叫做 背 請問你 你學過哪些催化劑 前兩個是我們 古時候就教過的 第一個 雙氧水的分解 雙氧水的分解 用誰當催化劑 Number 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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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號 請坐 這是我們教過的 哈伯法治安 我們在講的時候 這是我們教過的 哈伯法治安 誰當做催化劑 9號 2號 2號 1號 3號 2號 2號 日本 請坐 3號 3號 4號 9號 已經學過了 接下來是我們未來 將會學到 請你一起來 背下來的 紫化百應 用濃硫酸當催化劑 尿素甲醛素酯聚合也是用濃瘤酸當催化劑 原因都一樣 因為濃瘤酸有脫水作用 最後一個是生物交過的 生化反應是用酵素酶當作催化劑 這些催化劑都請你把它背下來 考試一就是背這個 誰是催化劑 找誰當催化劑 二就是剛剛講過的 催化劑有做什麼 沒做什麼 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這是它的重點 OK嗎 OK 很好 謝謝客廣練習